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次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瑩 首先一齊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圖像 在大範圍的衛星圖像見到 受到上空的反氣船影響 基本上整個中國的東南部 天色都不錯 雲量不多 不過仔細一點 在雷達圖像見到 今早其實都有些雨區掃過香港 但整體上我們都是受到高空的反氣船支配 所以預計除了一兩陣驟雨之外 基本上今天會有一個又曬又熱的情況 今早海維港望出去 已經可以雲層之間的縫隙見到日出 至於溫度方面 7點多時時 各區的氣溫普遍是在26度至30度之間 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是大致天程 亦有一兩陣驟雨 另外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會上到大約34度 風勢方面是最輕微至黃緩的南至西南風 另外提提大家 好熱天氣警告仍然生效 預測今日的紫外線指數 最高會去到12 是屬於極高的水平 大家如果需要長時間在戶外活動的話 記住要喝多點水 預防中暑 亦都要做足防曬的措施 展望方面 預計這個禮拜余下的時間 仍然是天氣酷熱的 亦都局部地區會有驟雨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